原本是要帶大浴缸來的 中午現在才帶這個 這個還算小 拿著置物箱 早在三個小時前就來排隊 為的就是要把箱子 全部裝滿爆米花 看看排隊容器 各式各樣全出動 除了置物箱 超大鐵桶 冰桶 茶壺鍋子也來了 當然還有橘色垃圾桶 8點40 頭箱 第一個 這是真的要吃的 這是專門在做肉粽的 紙箱很方便啊 就拆過來現場 店員開幕新缺頭 憑票跟加五十元 帶什麼容器全部裝滿 接著霸王出現了 三個年輕人 自己組裝的超大桶池 容量居然有一千六百公升 還花了五千六百塊錢 包米花現爆現裝 店員拿鏟子往爆米花機狂鏟 網友笑說 可以現場賣桶子撞外塊 桶子廠商成為最大贏家 也有人問浴缸要怎麼拆 果然流水席的橘色桶子出動了 網路上更有人開玩笑說 烤商連結車就能直接開過去 有鹹的有甜的還不錯耶 裝滿的容器現場分裝 民眾說要分給辦活動的小朋友 爆米花數量看來好壯觀 要不是活動引發創意 用購物袋置物箱裝爆米花 也是體驗人生第一回 記得今天中林智慧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